鼓勵村座 全买来到了 为了库订来六岁家庭可以安心过年 北京务地区每一年都会来办理新村关北米的活动 跟订来的申请人数作为来准备北米 发放后有需要到三天的名称 今年中庄发放7,150公斤的北米 中庄有278户的家庭来收回 北京顶公司表示 村内北米中的官后订来六岁中庆市等 希望大家可以过一个温暖的好年 谢谢 北京顶公司的工资人员 订阅民众将北米放旧车 不就让订来幼稚家庭也能欢喜过年 北京务地区每一年都会办理新村关北米的活动 和订来的申请人数作为准备北米 官后有需要的民众 今年北京务地区是准备了7,000公斤的北米 再加上山心人数准备150公斤 可以让订来278户的家庭收回 北京武德公 今年用这个东令救济米 总共7,000公斤 每包20公斤 提供350包 给这个独居老人 他们都陆陆细细到现场 来领这个东令救济米 武德公提供这个白米 从民国五十几人 那个时候到现在不曾中断 这种的善行已经连刷了60多年了 北京务地区也非常感谢武德公 以及生心人数的爱心 因为北米还有村 所以公司决定将这些北米官 让他们来输出中青食堂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助 社会上的欲赛作坤 非常感谢北港武德公 还有善行人士 每逢年前都会送白米 给我们的弱氏家庭 那我们今年的弱氏家庭 总共有278户 那其宜的会分送到给 我们六处的常青食堂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北港武德公的善局 能够抛装引力 让我们社会善心人士能够共襄胜局 把这一个善局可以 远迫到社会每一个角落 出处有温情 武德公和生心人数所教会的北米 如果是有做家庭的等文化 也是一种新春的祝福和温暖 欢迎大家做会行善帮助白人 记者 林峰表彩 蔡翁报道